接下来我们看单元7-5介绍Beta阻断剂的个论以及它的临床应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介绍这些Beta博客 首先看第一个 法脑脑 它是所有Beta博客里面第一个出来的用药 就是所谓的Prototype 原型态用药 那这个药呢 它的这个Bio-Botability 就是身体可用率 身体可用率比较低 主要是吸收很好 但是很快到肝脏就被代谢了 那它的代谢会被饱和 所以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是跟剂量有关的 低剂量的时候呢 它那个酵素还没有饱和 所以就很容易把它代谢掉 你如果吃1mg 几乎全部都被代谢 所以身体可用率可能是只有0.1或1左右而已 如果说你吃100mg 它这时候已经有饱和了 它代谢已经到达百合了 可能它只能代谢50 所以其他50没有被代谢 就有50%的身体可用率 这个叫做剂量相关的身体可用率 跟使用的剂量有关 这个就不是吸收的问题 而是代谢的问题 身体可用率低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就是吸收不好 一个就是代谢很快 那Propanono就是属于这第二种 代谢很快的这一种用药 好 Propanono是原型态的BetaBlocker 它阻断Beta1也阻断Beta2 它由于阻断Beta2 这个复制用比较大 所以后来有其他的用药 就专一性的去阻断Beta1 那这些Beta1选择性的用药 第一个出来的药就是Metoporolo 所以这个药同学要记住 Metoporolo 那现在比较常用的是Atenono 所以这个药也要记起来 那这种Beta1选择性的阻断 他们在有气喘的病人 或有慢性肺脏 阻塞性疾病的病人 或者是有糖尿病 或者是末梢血管疾病的病人 是比较安全可以使用的 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比较不会去阻断Beta2 那在支气管这里Beta2被阻断 就不容易松弛 我们呼吸到这里也是一样 那糖尿病是跟血糖的调控有关 也是Beta2 那末梢血管疾病就是 骨骼肌内的血管也有Beta2 它不能扩张血液循环就不好 所以有这些疾病的病史的人 他就如果说他有高血压 他要用Beta2 阻断剂来降血压 这时候就要考量一下 最好是用Beta1选择性的 或者是用部分作用剂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那另外呢 这个药叫Modoro Modoro它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的作用时间比较长 那前面表示这有提过了 它的半摔期将近24小时 22到24小时 所以它比较有名的是 它的半摔期比较长 那它的作用范围呢 就跟这个Modoro是相似的 就是都是属于非选择性的 也是Beta1跟Beta2都可以去阻断 那至于说这个药BetaSolo 它是Beta1选择性的 它在临床上是局部用在眼科 来治疗这个青光眼 那青光眼用药 我们在后面的单元会提到 那这边就是觉得比较奇怪一点 Beta2呢 有增加释放的作用 所以Beta2会增加眼防潜疫的制造 那我们如果把它阻断下来 就可以减少眼防潜疫的制造 就可以降低眼内压 治疗青光眼 那用Pemoro当然就可以 因为它有阻断Beta2 可是BetaSolo BetaSolo不知道为什么 它只有阻断Beta1 却可以用在治疗青光眼 这个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有待去找一下这个原因 如果同学就先记起来 BetaSolo 那Temolo是比较常考的 治疗青光眼里面 这个Beta阻断剂 最常用的是Temolo 好 那另外这一类的药是 来这里 Pemoro Acebuterol Cartial 还有其他这些 那另外Pembuterol 它们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具有部分作用剂的活性 它就是部分解抗部分作用 那在治疗高血压上面是有效的 那另外呢 也用在治疗心脚痛 那这个我们在下学期 第11章第12章都会来介绍了 主要是Beta1被阻断之后呢 可以减少心输出量 像低血压 然后阻断心脏的Beta1 可以让这个心跳速率减慢 减少心脏氧气的需求 所以也可以治疗心脚痛 那部分作用剂呢 它就是可以去阻断Beta1 但是没有完全阻断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心脚明显降低 甚至就不掉了 所以可以用到部分作用剂 好 那这张表它前面有提过了 就是同学就是要记住这些药物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记得起来 那同学就是把这个 四维看到说是有OLOL 就知道是BetaBlock 然后再区分Beta1选择性的 非选择性的 还有部分作用剂 另外一类是具有玄光性液购物的BetaBlock 它们是混合功能的 所以就没有两个OL 就只有一个OL而已 那这一张介绍两个药物 我们下学期第14张还会再介绍一个 那这两个呢 就先记起来 这个要叫LELECTRO 它是一种销玄混合物 有S-Fone的以及R-Fone的 它有两个玄光的那个光学的碳 所以有四个异购物 其中呢这个S-R-Fone的这种 是很强的Alpha阻断器 那RR-Fone的这种呢 是很强的Beta阻断器 那这个药物是混合物来使用 所以就同时具有Alpha阻断 以及Beta阻断的功能 好那这个就很重要 以后我们第14张讲到 教学压药的时候 还会再来介绍 它在阻断Alpha呢 就可以让这个末梢血管阻力下降 血管扩张 末梢血管阻力就可以降低 那阻断Beta呢 就可以让心跳速率 心输出量减少 那这两个效果都可以降血压 所以它降血压的效果是很强的 因此它主要是 急救性用药 IV注射用来治疗高血压 就是血压上升的很高的时候 紧急的一种救助用药 Veteral 那它也做成口服器型的啦 那这个我们下期也会提到 Veteral呢它有Alpha的阻断 所以它会有那种心跳过快 以及质害性低血压的副作用 可是它又有Veteral的阻断 所以它心跳过快的副作用就被 解抗下来了 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有心跳过快的副作用 跟其他Alpha阻断剂来比 如果它被归属在Alpha阻断剂 就应该要有心跳过快的副作用 结果它有Veteral阻断的效果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副作用了 这个同学要记住 但是它还是有去阻断血管 阻断剂脉 所以这个药还是会有 脂害性低血压的副作用 好 这个同学要记住 好 那另外这个药叫Cavidio Cavidio 它是没有选择性的阻断Veter 那同时也具有Alpha阻断的作用 就是也是一样它是玄光易购物 那这个我们在第13章会再介绍到 这个玄光易购物里面呢 有的是阻断Veter 有的是阻断Alpha1 那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呢 你也看到说它具有减弱 减弱含氧的自由基 所造成的子质过氧化的作用 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 自由基因会攻击我们细胞膜上面的子质 那它可以去减少自由基 所以就可以减少子质过氧化 那就可以让血管的平滑期呢 就是不会受到损伤 这种血管真身的作用也可以抑制下来 那这个抗氧化的作用 是跟它去截胀Betal Recept 或Alpha Recept 是没有相关的 可是最后最后它的整体的功能 是很有临床的好处的 就是在治疗这个慢性心衰解上面 就是它其实去阻断Alpha1 减少后负荷 减少心脏的工作负荷量 那主段Betal呢 也可以减少心脏的 这个氧气的需求 也可以减少心脏的负荷 这两个效果都可以改善心衰解 那它第三个效果就是抗氧化 同样的也可以改善心衰解 因为它让血管不会继续就是硬化 不会这个血管新生 血管平滑期增生可能会导致硬化的情况 它可以减缓这种硬态的状况 所以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慢性心衰解 这是 来 滑鼠又不见了 这里 Cavidio 这两个药都是Beta Blocker 可是他们有不同的临床用途 Ledetro用在急性的高血压为急 那Cavidio 因为它多了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用在慢性心衰解 好 那这个药叫Ismomo 它是超短效型的 氧衰期大概9到10分钟 是Beta1选择性的解抗器 好 那这个药由于氮栽期很短 所以通常是用在控制这个 上心室心率不整 或者是手术之间引起的高血压 或者是 紧急的 心肌梗塞 心肌 缺血 这种 急性状态的时候 急性发作的时候 快注射给予 那之后再用后续的药物来控制 这是Ismomo它的一个临床应用 这个上心是心率不整 就是心 就是心跳跳得很快 那用BH1 阻断剂很快的把它降低下来 那高血压呢 是因为它让心跳速率减慢 所以 心速速度要减少了 那心肌梗塞就是跟这个心脚痛 有点类似了 那就是因为心肌 心肌缺血 缺血之后呢 局部的组织啊 就没有办法得到营养 这时候就会引发疼痛 就是造成心脚痛 那你减少心脏的跳动速率 可以减少心脏氧气 还有血液的需求量 所以可以暂时性的 粗解这个缺血的状况 好 这是Ismomo气柱 它是超短效型的 好 那BH1 阻断剂主要就是分这四种 我们等一下有用表格来把它整理一下 那接下来这个药呢 叫Eucosamine Eucosamine Eucosamine呢 是BH2选择性的阻断剂 那BH2呢 是一个好的作用啊 它会造成肢气管扩张啊 那你把它阻断了 就会造成肢气管 不能扩张 可能气喘就会发作 所以它事实上是没有临床用途的 它主要是实验性用药而已 那不过还是要记住啦 就是知道这个药呢 是选择性的去阻断BH2 Eucosamine 不要跟其他的药去搞混了 像有这个BH1的作用剂 Dobutamine 后面也有Amin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搞混 同学要区分一下 那这张表格呢 就是我整理起来的 同学也是可以自己整理一下 我们 我把这个BH2分成四类 第一类呢 就是最最开始出来的 这种没有选择性的BH2阻断剂 POPANOMO是代表性的药物 那POPANOMO呢 同学记住啊 它的 它的动力学参数比较不好 就是 身体可用力比较低 反效期比较短 那但是它是脂溶性比较强的 所以它容易进入中枢 产生中枢的副作用 那这个药还是有 虽然复制用蛮多的 可是它是第一个出来的药 是非常具代表性的 所以一定要记起来 那马波罗呢也是非选择性的 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半栽期很长 那皮膜后呢也是非选择性的 它是最常用来治疗青光炎的β阻断剂 那第二类呢是选择性的阻断β 选择性阻断β1 因为它POROLO呢是第一个出来的药物 但是后续呢这个Atenono出来之后呢 最常用的是它 我现在用来降血压的 最常见到的β1阻断剂是Atenono 那Ismomo呢是半栽期最短的 主要用在治疗这个上心性心律不诊 或是所述之间引起的高血压 然后这个BETA SOLO BETA SOLO是用在治疗青光炎 但是它是BETA 1选择性的 这是比较觉得不可以不能解释的一个地方 好那这个BETA SOLO 现在没有提到它主要是用在治疗心衰竭 这个同学大家补充一下 心衰竭 那这个我们下学期第13章会提到 治疗心衰竭的BETA 阻断剂就只有三个药 一个是KABIDA 一个是BISOPOLO 另外一个就是MITOPOLO 这三个药 只有这三个药可以用来治疗心衰解气 其他的都不行 那这就要特别记 好这是BETA SOLO选择性的 我这边用粉红色的 把它这些药整理出来 就表示它是很重要的 同学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好那第三类呢 是部分作用剂部分解抗剂 PINOLO是比较代表性的药 PINOLO是这个部分作用剂里面 比较常被提到的 所以要记一下 PINOLO是属于脂溶性比较强的 两个脂溶性强的都是P开头的 PINOLO跟PINOLO 它PINOLO有部分作用剂的功能 那ACABOLO也是部分作用剂 但是它是属于BETA1选择性的 好这是第三类 它部分作用剂 它主要用在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是有气喘或者是有末梢血管疾病 或者是心跳过慢 然后这种病人 它如果还要用BETA1BOKER的时候 比较适合使用的 好那最后一类呢 是属于混合物 玄光液购物 它的字尾呢 就没有两个OLO 主要有三个药 对 LAVETERAL 它通常用在高血压为止 Cavital就是用在心衰竭 那之后我们下学期十四章会提到 治疗心律不成的用药里面呢 还有这个SOCALO 那这些药呢 它们就是除了有BETA阻断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功能 像BETERAL 它也会阻断α1 Cavital也会阻断α1 那至于说这个SOCALO呢 主要是去阻断这个甲里脂 就是去影响到这个甲里脂通道 用在治疗心律不准上面 好那这张图很重要 同学一定要把这些药 它归属在哪一类的 它的临床应用是什么 把它记起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BETA Broker 它的临床 临床药理学 那这个部分呢 以后讲到这些用 这些疾病的时候 还会再相加介绍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BETA Broker呢 可以用在所有心血管疾病 所有心血管疾病 像是高血压 主要是因为它阻断BETA Broker 让心输出量减少 所以可以降血压 那缺血性心脏疾病 通常指的是心脚痛 比较轻微的心肌缺血 就导致心脚痛 那如果严重的心肌缺血 造成心肌的肌肉坏时 就会引发心肌梗舌 所以这个心脚痛跟心肌梗舌 都是一种缺血性的心脏疾病 那它为什么会缺血 主要是因为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 可能有阻塞 有周壮丹 血流不够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心脏呢 在大量的工作 快速的跳动 所以它的需求量增加 但是你又供应不足 就会导致缺血 所以BETA Broker的阻断剂呢 它让心脏的这个工作降低 所以它的需求量就可以减少 因此可以有效的改善 这个心脚痛的问题了 那在心力不整这边呢 通常心力不整有很多种类型 最常见到的就是跳动过快 超过正常的心跳频率 正常运动状态的心跳频率 是100次左右 那心力不整就超过100次 比如说150次啊 或者是200次300次 那BetA Broker呢 它是阻断 所以可以降低心跳频率了 那心衰竭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 比较要特别注意了 你论上心衰竭是心肌输出无力 那BetA Broker呢 会减少 所以BetA Broker呢 阻断会减少心脏的输出能力 可是有三个 三个用药 刚刚有提过 BetA Broker呢 BetA Broker呢 还有Cavita都可以改善心肆结 那可能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阻断BetA 1之后呢 让心脏的工作量减少 减少他的工作量 所以他就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去输缩了 这是可能的原因 好 那其他心血管疾病 譬如说像末梢血管疾病 就是末梢血液循环不良 这个部分 BetA Broker作用器 BetA Broker 所以这边 对 末梢血管疾病这里 末梢血管疾病 不可以用BetA阻断剂 会更加恶化 所以这边其他心血管疾病 你再看一下 好 那主要我们下学期会讲到的心血管疾病 就是包括高血压 心脚痛 心育不整 跟心衰解 BetA阻断剂都可以来加以应用 那除了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之外呢 眼科这里 这个青光眼 也有应用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接下来这个 叫甲状腺机能抗性 甲状腺机能抗性 就是甲状素 甲状腺素 分泌过高 那甲状腺素是调控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当它过高的时候 基础代谢率增加 就会有流汗 心跳过快 等等的一些症状 那这些症状呢 就跟这个胶感神心 神经兴奋的时候很类似 那这时候 你去阻断这个BetA的时候 它的症状呢 就可以把它改善下来 譬如说它可以降低甲状腺所引起的心跳过快的现象 所以有甲状腺素性能过高的时候呢 用BetA阻断剂会稍微把它的一些症状把它解除 另外神经性的问题主要是这个颤抖 就是抖动的问题 现在发现在骨骼肌这里会过度的缩缩 造成抖动可能跟BetA receptor有关 所以用BetA阻断剂可以把它阻断下来 这是BetA receptor的临床应用 那BetA receptor的阻断剂 它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比较多的 相对于Alpha receptor来讲 它的阻断剂是比较多的临床应用 那这个后面的单友我们陆续都会再看到了 那最后这里介绍一下 这个BetA receptor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这个BetA receptor它主要的副作用 通常是可预测的 通常是它去阻断BetA receptor之后 所造成的一个后续影响 就是它在不管是正常剂量 或者是超过剂量的时候 阻断BetA receptor的一个影响 主要是通常最常见到的就是 非选择性的作用剂 它同时也去阻断了BetA2 那这样子会让本身已经有气喘的病人 会更加恶化 或者是本身有呼吸道阻塞问题的 就会更加明显 所以有气喘或者是有慢性肺脏 阻塞性疾病的病人 最好不要用这种非选择性的 Panono这一类的药 最好是选择性的BetA1 那其实选择性的BetA1 也是有可能 就是相对性是比较安全 可是还是有机会会恶化气喘 因为它选择性的BetA1 只是相对性的 对BetA1的阻断比较强 BetA2的阻断比较弱 但是不见得它就不会阻断BetA2 所以其实有比较明显气喘的 轻了的话是还可以 如果是明显的 最好还是不要用 那除了在呼吸道这里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心脏方面 如果有这个心衰竭的病人呢 其实最好也是不要用BetA1阻断剂 因为BetA1阻断剂会造成 心肌的输出能力减少 还有它的兴奋性 就是心跳频率 也会降低 那这之后可能会造成 这种冲血性心衰竭的病人 它代常性的反应更明显 就是更减少它的缩缩力 以及心跳频率 或者是兴奋性 或者是兴奋性这样子 所以通常有心衰竭的人 最好不要用BetA阻断剂 除非是有三个药 它已经有证实说 确实是有效的 就是刚刚有提过了 Metapololol BetA1阻断剂 这三个才可以 其他的就不行用 好那另外呢是BetA阻断剂 如果跟其他的药物一起用 像这个钙离子阻断剂 那这个我们在12章会提到 钙离子阻断剂呢 它也具有降血压的效果 因为它会让血管平滑机松弛 它是松弛血管平滑机 那心缩缩量也会减少 心缩缩力啊 心跳速力也会减少 所以如果同时 就是这两类的药 它们的向血压肌转很类似的 这时候可能会造成过度的低血压 心跳过慢 心衰竭 或者是心传导异常的情况 所以以后在平床上应用的时候 BetA blocker跟钙离子阻断剂 最好要分开使用 比较合并用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同学要记住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长期使用BetA blocker之后 不能突然停止用药 或者有一些危害性存在 比如说用BetA阻断剂 在治疗缺血性心脏疾病 就是治疗心脚痛 它如果长期用 那突然有一天 忘记用了 或者是不小心没有用到这个药 可能会反弹性的 心脚痛的情况会发作之外 还会更严重 那这主要是因为 你BetA resector被阻断之后呢 细胞会以为接受器的数目不够 因为它一直被阻断 所以细胞一直不能产生反应 那细胞以为是接受器不够 这时候它就会上调节 就藉由增加接受器的数目 希望来得到反应 可是它还是持续被药物阻断 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突然没有吃这个药 这些接受器突然都空出来了 那当胶感神经一兴奋之后 就可以跟很多很多的BetA resector集合 就会产生很强的心跳过快 高血压的危险性 这是使用这种Resect 这个Alpha resector的阻断剂也是一样 BetA resector的阻断剂也一样 都不能突然停止用药 如果真的要停药的话 必须要是逐渐的慢慢的降低剂量 降低减少这个使用频率 这样子来停药才可以 好那另外就是糖尿病的病患 糖尿病的病患呢 如果用BetA主断剂想要去降低血糖 这是不治的行为 就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的血糖是增加的 会有高血糖的情况 那BetA主断剂可以降血糖 那如果说BetA主断剂降血糖 要用来治疗糖尿病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它会造成这个血糖的调控不平衡 不能确定说 用多少它可以降到一个安全的范围 它可能会降得过低而导致昏迷的情况 所以如果想要用它来帮助一个替代性的疗法 替代降血糖尿病这是不可以的 那最后一个是甲状腺机能抗净 刚刚提过 甲状腺机能抗净 它的症状就是会有心跳加快 会有流汗 基础代谢率增加的这些情况 那这时候如果说病人还没有被诊断出来 他有甲状腺机能抗净 就是还没有被诊断出来 还不知道 但是他有高血压 所以他就不只用这个 BH阻断剂来降血压 那这样子呢 会容易把这个甲状腺机能抗净的临床表征 把它遮盖住 那医生呢就不容易去诊断出来 他有甲状腺机能抗净的这种疾病 因为他BH阻断会部分的去缓和甲状腺机能抗净的症状 比如说他让心跳速率减少 他让流汗的现象减少 那这样子就不容易发现说他有甲状腺机能抗净了 好这是那如果说已经知道他有 那就可以用BH阻断剂来部分的缓解他的症状 现在如果病人有这个高血压 又有甲状腺机能抗净 他选择的降血压药就可以选择BH阻断剂 那当然他还要用一些抗甲状腺的药物才可以 好那这个BH阻断剂的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